你知道15年有这么一款极为精致 仅由一人开发的2D横版恐怖游戏吗 它拥有着足够怪弹 依然的独特守卫场景 差到我说的加入 精心编辑创作的音乐与音效 即使没有Jumpscare的错不及防 也能使你感到一阵 即被发凉 游戏不难解谜 较短流程 却带来一段耐人寻味 有关金钱与人性 悔恨与救赎的故事 那么本视频将为各位带来 独立佳作扣押的故事 我的人性可以被出售 而我却是卖掉了它 从那一刻起 我的人生开始陷入崩溃 这是我的故事 这是我的悔恨 你叫普莱斯 是一家讨在公司的新晋员工 今天就像网团一样 你准备去收回那些穷人欠下的财产 只是这次有些不同 你将收回一位老太太 葛德温的房产 再次来到了一间破旧的公寓 这里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过了 墙壁贴纸上满是裂痕 屋子还有肆意生长的霉菌 还有为数不多的起展电灯 能发出微热的亮光 吸引着无数飞虫 走廊尽头的房间还传来阵阵血腥味 令你有些焦躁不安 只想赶快完工 走人 你敲遍了这层的三间房门 每一位住户都说 葛德温住在隔壁 讨债嘛 是这样的 但你还是通过他们不同的语气 与屋内传出蓝牌派的气味 辨识出了葛德温太太的住所 这是一位十分慈祥的老太太 她对刚才的气大行为感到抱歉 并和善地邀请你进到家中 见到演员这位面带微笑慈祥的老太太 你开始有些于心不忍了 你迟疑地说道 老太太 很抱歉 我必须这么做 可演员这位早已退休 无依无靠的老太太 根本无力偿还 这比由她去世丈夫欠下的债务 她在不断无力地恳求着你 希望能为她再宽限一些时间 可身为底层员工 只是按要求办事的你 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你感到十分抱歉 但必须立刻收着她的房产 这可是她仅有的财产了 之后她该去哪儿 不经意间她流下了绝望的泪水 毕竟这间房间有着太多太多的回忆了 虽然这是合法的 但你的内心还是感到了无比的自责 葛德温意识到自己就有些失态了 擦掉眼泪 准备为你端点喝的便走进了厨房 趁这点时间 你在客厅四处看了看 屋内破旧 封闭的环境 使你感到无比压抑 展台上放着的结婚照 在此使你深感惭愧 无数压力瞬间如万吨千秋般 复杂于你身后 你产换了 屋里的灯光开始渐渐变暗 新鲜的番茄汁 从墙边不断溢出 浸湿了 整间房间 葛德温忽然匆忙走来 打断了你可怕的思绪 这没有你想要喝的咖啡了 你也不想再劳烦它了 便将话题转回了工作 我真的非常抱歉 女士 但你必须在月底搬出去了 葛德温强壮镇定 面带微笑 并没有因此责怪普莱斯 或他那家毫无人性的公司 说完你想要道别 他本打算向你说点什么 但并未有说出口 你回到走廊 赶忙按下电梯 内心的悔恨 加剧了你对这栋公寓的恐惧感 电梯迟迟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 走廊进了那间 诡异房间的房门 某名倒塌了 一股奇妙的轻盈力 驱使了你上前探索 一面黑 你鼓起勇气 走得进去 桌台上的老机电视 忽然发出压忍的淡黄色亮光 不停闪烁 如果可以 你正常给他关掉 一旁坐一位 拿喷子射爆了自己头的家伙 墙上还贴了一张便签 上面写着 种什么鹰 得什么果 去他妈的吧 不知为何这句话 如子弹般 给你的内心深处 带了致命的一期 紧接着 你去到的厨房 厕所 卧室 你对这儿 一点也不感到陌生 感觉就像自己家一样 屋裂一处 诗下上 摆满了恐怖小说 另一处则全是有关 经济学知识的书籍 将它们整理好后 墙边的窗帘 莫名展开 后面是一扇 带有丝血迹的大门 出于好奇 你鼓起勇气 走了进去 里面同样很黑 但这次 你大步向前 突然 粉宗带子的氛围灯亮起 公司的三位老板 麦克达德 布图顿 和穆尔 出现在了你的面前 他们正跳着 成功人士的舞步 身后满是金钱 与金钱的符号 其中 头顶的名牌 最为亮眼 不断地诱惑着 贫寒的你 对于你的到来 他们感到非常高兴 听说 你已经把那个老东西 赶出去了 赶得漂亮 孩子 你已经通过了 第一项考验 虽说有些不适合 但你还是在这时 帮格罗文求了求情 还没等你说完 他们便将你打断 别管那些多余的事 我们只是依法办事 你做得很对 孩子 你很快就能成为 我们其中的一员了 准备要去赚大钱了吗 很多 很多钱 只需要再缴纳两人的财产 以法律的名义 我这就去 这简直毫无人性 可在金钱的面前 我管那么多干嘛 我要搬出这间破房子 我要住豪宅 我要开跑车 我要 可 格罗文太太她 你感到悲喜交加 走进了下一间房间 又一次见到那具 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一次的编签上写着 房间中有头大象 这是一句谚语 意思是 人们对问题的视而不见 选择沉默 随后 屋内冲出了一头 浑身适去的大象 紧追着你 你拼命地向前奔跑 不断在走廊的沙发旁 见到格罗文太太身影 画框上不停地变换着讽刺的词语 傲慢 亲密 羞耻 贪婪 虚荣 拗悔 视野变得渐渐模糊 直到你看不清前方的道路 于是 大象追上了你 闹钟的阵阵响声 将你从床上惊醒 这就早上了 昨晚发生了什么 你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是格罗文太太的事 依然让你感到难过 你想还是先喝杯咖啡 让自己清醒些吧 来到老旧的厨房 取下咖啡壶 打开水龙头 今天又停水了 你真的很想搬出去 来到厕所 水池边依旧没水 用马桶里的 还是算了吧 此时外面忽然下去暴雨 你想起可以用屋顶 落下的雨水 放入咖啡机 你开始在屋内来回兜户等待 不知哪个房间 忽然传来一阵 钢管吊螺丝的巨响 进到卧室与厕所 你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当你回到客厅时 却看见了你早已离世的父母 正坐在桌上 喝着你的咖啡聊天 两人聊得十分开心 说着那一天 真是好笑啊 你十分惊讶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你母亲敢忘记知道 他们只是来给你分享 人生经验的 觉得你并不适合这份工作 它使你变得贪婪了 你不断地反驳他们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你将视线望了过去 发现外面的雨水 变为了淡红色 门外问道 我在找葛德温太太 请问她住在这儿吗 这声音不就是你自己的声音吗 你猛地回过神来 发现你的父母已经不见了 桌上的咖啡也已经空掉了 这怎么回事 你有些不理解 眼看忙就要到工作时间了 慌忙地来到卧室 准备更换工作服务 你一进门就看见了 葛德温哭泣的残影 使你的思绪越发混乱 你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等待一切都恢复正常后 你换上衣服 准备去完成下一单 泰勒先生名单上的下一个人 他隐居于森林中 他并没有签案债款 只是这里将修一条高速公路 公路会穿过他的房子 需要收取他的财产 当然公司也给予了他合理的补偿 你来到了这处阴暗的森林 在木屋后的篝火旁 见到了泰勒 初次见面 你向他进行了翻自我介绍 他知道你的来意 借你心平气和的自我介绍 他起初是有些惊讶的 随后开始渐渐暴躁起来 你少跟我做模作样 我倒有看看 你要怎么来威胁我 威胁他 你感到很疑惑 你不是来讲道理的吗 在一番解释后 他终于也是表示理解 知道你只是在完成工作罢了 也许是良心有些过于不去 瞬间你不由自主地问道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正巧不巧 泰勒刚好有一事相求 进到屋中 你帮忙生起火候 泰勒告诉了你 他的狗 昨晚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你要是能让他找回来 他答应 立马就能签署这份合同 搬家走人 于是你便爽快地答应了 为尽快感动泰勒 公司已经切断了他家的电源 你在黑不垃圾的房间内 不断摸索寻找着线索 你发现狗窝出奇地臭 有一股尿与肥皂混合的味儿 询问泰勒才得知 他的狗昨天与臭又干了家 身上留下了很浓的味儿 得知这个线索后 花了点时间 你跟随气味 进入了杂乱地压室 你找到了油与发电机 终于将这暗暖无光的物类 变得不再那么生人 但当你来到洗衣房时 过大的压力 再次导致你见到了幻觉 洗衣机中仿佛有只手 并开始高速滚动 鲜血如洪流般 虫中四峡飞溅 只是不一会儿就停下了 但就这十几秒惊悚 对你而言 不压于连续看 十七场的恐怖电影 你小心地打开洗衣机 其中就只是个手套 捡起后 你走出了木屋 在后院找到了他 他正在啃射了一只臭油 画面 极为血腥 你有些害怕 戴上手套 小心地慢慢将他安抚 并只为他回去寻找主人 当你返回木屋时 那多大象 在此朝你冲了过来 只是这次 并没有追上你 踩踏木桥 坠入了河中 这也阻断了你 往返的道路 没办法 只能往后寻找出路 奇怪的是 你竟然走回了 泰勒的木屋 他十分感谢你 帮忙找回了大狗 信手诺言地 签署的文件 就在屋内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进到屋中 又是你的这三位老板 又一件工作完成了 干得漂亮 然而你变得心软了 帮他找到那肮脏的杂踪狗 但他看起来 别管那些多余的事 下次 一定要毫不留情 知道了吗 你不会让我们后悔 选了你吧 随后 你渐渐融入了他们 跳起了舞来 夜里 你不知不觉来到了个 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 害怕地向前四处奔跑 抽出了那具尸体 溢出鲜血的洗衣机 坐在瑶宇上的哭了 一扇 倒塌的门 你鼓起勇气 走了进去 其中有着无数个 面带微笑的格伦文太太 再来回斗鼓 唯有身处那位 在原地哭泣 对此 你感到无比害怕 愧疚 拼面上前 想要为他做点什么 可知道你要说话时 眼前一黑 只见客厅 打了一通未接的电话 你上前拿起电话 打来的是一位养老院的经理 他向你述说了格伦文太太 最近不怎么乐观的情况 而且 他很想见你 除了你 他似乎并没有认识的人了 当然 你也是非常愿意去探望他的 电话结束后 整个电烙铃 在你从床上吵醒了过来 发生了什么 又是个噩梦 这导致你很是担心 格伦文太太的现状 正好 今天是周末 你想去看看他 像往常一样 你来到客厅 先冲杯咖啡 是的 这次有些不同的是 你换了台豪华2000版 X478 G3型咖啡机 只需要轻松一按 便可做出咖啡 在等待的过程中 电话忽然响起 是养老院打来的 聊天的内容 和昨晚的梦 惊人的相似 电话结束后 厨房传来一针巨响 普莱斯的父母 又一次出现在了客厅 他们在聊着同样的话题 不断提到那一天 见到你以后 便为了责备 不断地让你放弃这份工作 紧接着又是一阵敲门声 这次外面在找的是你 你惊恐地回过神来 心想 自己一定是疯了 得立即去探望格伦文太太 喝完咖啡 穿上衣服 你便来到了格伦文太太 所在这家养老院 这家养老院 十分阴暗 屋里的环境 像十多年 我已经重修了 差得要命的服务态度 老人们无聊地看着 雪花瓶电视 十分忧郁 处理尸体的清洁工 用来历不明的肉 炒饭的厨师 你四处寻找 并未有找到格伦文太太 开始有些担忧她 目前的状况 最终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间 还没有进过的房间 来时有些匆忙 你忽然意识到 你并未有特意 为要准备一份礼物 百般无赖下 只要拉走了一具 遗骸上的香日葵 忐忑地打开房门 是的 这是格伦工的房间 她正坐在床边的轮椅上 依旧是那么的慈祥 落入这样的境地 她并没有因此而责怪你 而且很高兴 见到你的到来 结果鲜花 她还以为这是你买的 有些不好意思 你很自责 很想将她带到自己的家中照看 可被她拒绝了 她不但安抚着你 使你解开了心中的道德枷锁 安心了不少 就这样 你在这儿陪她聊了一整天 答应以后也会常常来探望她 心中的某些东西 发生了改变 但我最终 还是忽视了他们 再走一步 琼斯先生 名单上的最后一人 我很快就能坐上 成功人士的位置了 第二天 你来到琼斯这栋 更为破烂的公寓 他与他的朋友 看上去都很忧愁 你上前询问了一番才得知 琼斯先生 本要在最后一天 举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派对 但隔壁的乐队 拒绝了演出 如果你要强行收回房产 他就会将整个房子 扎个稀巴烂 你也拿他没办法 只要先联系了老板 以为乐队 带来更多别岸机会为筹码 勉强为琼斯先生 举办了最后的派对 完成了最后一单 这一天夜里 你来到个很白的房间 向前走进了一扇 缓缓升起的白门 格德文太太抱着兔子 坐在轮椅上 从中走得出来 来到了一位面向 尖酸的男人面前 向他述说了自己的遗嘱 但所需奖上的500元 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客厅传了阵阵怪声 将你从船上吵醒 出门一看 你愣住了 你的父母将之前那兜大象 给剁掉了 在他们聊天中 又一次提到的那一天 这次见到你 再也不是之前的劝导 而是更具刺激性的 叫你离职 你实在受不了了 强行让幻象停了下来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你点开了咖啡机 在门口拉了份报纸 坐在餐桌上休闲地看着 新高速公路 已经开始建设了 不知道泰勒先生 现在怎么样了 报纸后则是一张死亡名单 你好奇地看了下去 其中有一位死者的名字 给你接近崩溃的心灵上 来了最后一击 你决定了要辞职 态度十分坚定 但事先你来探望了格德温的目的 他的离去唤醒了你内心的良知 这次你为他带来了 亲自准备的礼物 一盏灯 希望他能照明格德温往生的道路 随后向他道个别 来到公司准备辞职 询问前台的珍妮 她并不知道老板在何处 支支吾吾的花音中 不断听出他在隐瞒着什么 很瞎信任你用各种物件 轻微破坏的几处公共设施 珍妮维修离开时 你分别将电话线接入了三位老板的办公室 之后上楼一位工作人员 正在维修着属于你的办公室 对此你并没有什么感觉 分别走进了三位老板的办公室 你听见了老板之前 恶心至极的聊天记录 格德温只是一位无助退休 靠低的离谱的养老金 过日的古刮老人 你的老板竟然让他去找工作 没有丝毫怜悯 宽险 穆勒先生只是希望公司 可以帮忙将房子搬到别处 却被残忍拒绝 虽然穷斯并不是什么好人 在两人的对话中 你的老板显然更不是人 你满是怨气的冲向了会议室 在这一路上格德温太太指引着你 你的父母鼓励着你 你更加坚定了你的决心 来到门前你生气了口气 准备狠狠推开大门 大声喊出辞职二字 里面很黑 你能听见房门的吱吱声 与自己的心跳 突然间所有的灯光 都随着一个声音响起 乐队吹起欢快的旋律 五彩缤纷的气球飞了出来 你的所有同事 老板都在 这是为你准备的派对 直到你要大声喊出辞职时 面前的帷幕被揭开 这日章属于你的名牌 你整个人都傻掉了 只是呆呆地站在那 很多年后 沧桑的你正在与一位 讨债公司的心理员工 在你更为破烂的家中 分享着你失败的人生 后来你加入了他们 不断欺骗自己 压力越来越大 最终精神崩溃了 难以逃避被开除的命运 难以改造的奢侈生活习惯 成了你欠下大笔债务导火线 你希望演员这位即将赶紧走的员工 听进去了你的这番失败经历 最后他只是像当年你一样 默默地提醒了你一句 记得在月底搬出去 便离开了 你在屋内翻出了张纸条 拿出了把喷子 写下了当年让你记忆有信的一句话 种什么鹰 得什么果 去他妈的 随后拿枪对准了自己的头 屋外急忙想离开的人工 听到一声 普莱斯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以上就扣押的全部内容啦 十分感谢各位可以耐心看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想看到游戏剧情 不妨私信 我非常在评论区 我是新up主宽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